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实体安检所 9号晚间巡逻时发现在大风海滩小径旁 疑似有非法请到驳邮碎石废弃物 巡线调查附近可疑工程派遣人员埋伏著名的景点跃动附近 成功弃货两名嫌犯及证务一批 随其通报封边相公所及华联线环保局人员 把相关的涉案人员带回征讯 海巡署第12岸巡队表示 9号晚间与大风海滩一带巡逻时发现 封冰箱台11线71.5K处有仪式违规请到废弃物情形 经专案小组与当地居民港口派出所远景 询问之后得知该废弃物仪式为最近进谱部落所实施 水沟盖工程所延伸的废弃物 10号并派遣人员与案发地点附近埋伏监控 发现一辆工程车在月洞旁的通道上 违规请导废弃物 并当场查获两名嫌犯 本所于9日晚间70许 于台11线71.5K处 发现疑似有非法请到博游碎时废弃物 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循现调查 并于10日上午实施许 于月洞附近 由埋伏人员弃物2名嫌犯及证务一批 后续将嫌犯依废弃物清理办法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海巡署第一二案巡队 并联系凤冰箱公所 以及环保局人员到场 随后由环保局进行击查工作 对清道废弃物业者开立击查单 全案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林杰 封冰箱采访报道